民眾拿水狀當道具白POSE 攝影師在一旁快門閃不停 接著他們竟然為了取景 將一整排水狀全推倒 心境十分誇張 當地居民看了也傻眼 對當地的這些民眾 他們的觀感比較不是很好 這些竹子編成的圓筒狀 上頭湖上花只就是水狀 當地居民每年都會製作上千個 放在海上點燃 用來超渡海上亡魂 雲林口湖鄉金湖村的傳統習俗 遷水葬也同稱遷水狀 有174年的歷史 早期金湖地區發生嚴重水災 造成當地居民死傷超過4000人 因此每年到了農曆6月初八 就是大水災紀念日 除非有經過拜拜 直角取得先人同意 才能移動水狀 否則為了拍美照擅自移動 這種行為對往生者簡直搭不進 所以跟一般的活動可能 大家會比較輕鬆 然後可以帶一些 就是比較拍攝娛樂 這樣的效果不太一樣 潛水狀活動 每年都會吸引許多遊客參加 但參加民眾還是要保持恭敬的心 避免衍生無端的爭議 記者廖文兵傳管的謝雲甄雲林採訪報導 敬客人 你坐好 我建議大家